歡迎回來 新台派上線 其實上一段節目我們講到 現在政壇的醜飲值最高叫做徐小溪 背後有兩個人緊追在後 一個叫做黃國昌 另外一個叫傅崑奇 傅崑奇現在真的可能出大事了 傅崑奇可能遇到內外夾攻 內 等一下阿酸會分析 當傅崑奇說出賴清德不回答也尊重的時候 曾經傅崑奇掏心掏肺幫的那個人叫做徐小溪 第一個跳出來咬傅崑奇 甚至柯智恩也說 那是傅總召的個人看法 甚至楊瓊一等人也跳出來大臉傅崑奇說 那是傅崑奇的個人想法 這傅崑奇的內 裡面遇到了內部的攻勢 外 我們剛剛講 一個被仇恨的政治人物 如果沒有來一套詩詞說得過去嗎 黃國昌有沖絲表 徐小溪有波爺波羅蜜歡心經 傅崑奇有傅王傅 晚一點 我們一樣照慣例會播傅王傅給大家聽喔 可是我們今天要好好來給大家揭秘 傅崑奇到底憑什麼被稱之為花蓮王 花蓮王的傅崑奇有多厲害 我們都知道傅崑奇曾經因為證券交易法坐牢對不對 坐牢的時候竟然想八大特權啦 包含天天特賤啦 包含天天有大菜啦 大略怪事 總而言之言而總之 花蓮王傅崑奇絕對不是浪得西日米 我們晚一點節目會跑來幫大家抽絲剝繭 可是我要外阿川 關鍵總統關鍵 內外夾攻 外的部分我們晚一點 你說現在連國民黨內部隊傅崑奇都不滿 對我們剛剛講這個疾問疾答道的意見 然後講到監察院 說要把監察院廢掉 監察院是國民黨的堅持吧 好像在國民黨的什麼綱裡頭 就是說他們 什麼綱裡頭 總綱啊 你說你們有一個很奇怪的名詞 我不知道 就在那裡頭有規定 規定就是說他們要樂遵這個五權憲法 所以你把這個廢掉柯智恩第一個跳出來 李彥秀也跳出來 他說這個是傅崑奇個別的意見 柯智恩講傅昆琦個別意見的這件事情 不是這一次而已 他其實蠻多案子 所以在那邊抗爭的時候 大家撒來撒去的時候 柯智恩大部分坐在位置上 然後柯智恩只要出現在鏡頭裡 都是說不要啦 我懂了 為什麼 因為他在高雄要選市長 我懂打臉傅昆琦有兩種 一種像徐曉昆 楊瓊一種說 單純的意識形態 我就要打臉傅昆琦 有另外一種叫做政治考量的打臉 我柯智能看到外面這麼多人抗議傅昆琦 還有傅王傅 對不對 我柯智能看到跟傅昆琦保持距離 柯智能找到機會趕快跟傅昆琦切割 對 然後說內部沒有討論 第三個講到國位特徵組 他們叫民間特徵組 在野特徵組 誰反對 柯文哲反對 柯文哲也跳出來說我反對 我選舉的時候就講過 結果檢查體系為什麼要特別成立一個特徵組 所以他們都知道出大事了 趕快切割 所以你看傅昆琦現在最頂他的是誰 我剛剛講的那些題目 通通贊成的是黃國昌 哎唷 黃國昌是否則要非檢查月 木蘭回首國昌正在燈火藍山處 人上艱苦的時候燒天的才是兄弟 對 傅昆琦說這些國民黨的這幾軍反對 全部是女性立委 全部都要反對 對 傅昆琦就是自己 阿姨就是阿姨 傅昆琦 監察月一定要非 列為民眾黨下一次憲政改革的議題 對 那這個時候傅昆琦當然感受到溫暖 下一次如果傅昆琦選上國民黨的黨主席 要提名新北市長的時候 搞不好說阿姨 阿姨這位女兒 國民黨我來處理 哎唷 黃鳳凱 李士忠我幫你處理 傅昆琦你就好啊算是先百錢 對 傅昆琦經常是負責趙王的 傅昆琦雖然自己是王 可是西部的這些縣市長 包括這些立委要選舉 這些接下來的議員要選舉 傅大哥才是厲害的 他會撒資源 人人好 對 這才是他的高招的地方 所以黃國昌 傅昆琦帶到新屋邊 改天的先收聽 人工 大家消毒得到 人工就變傅昆琦挺傅昆 對阿川講得非常非常好對不對 現在真的傅昆琦是奔崩離析 因為大家都知道 傅昆琦硬幹幹的太醜 其實我問過很多國民黨的 不是真的要這麼挺傅昆琦 所以頭洗一半了 沒辦法離開浴室 硬著頭皮把頭洗完 把法案通過 一通過完後大家趕快能切割 趕快切割對不對 徐曉昆也切割 柯智恩也切割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我們就講了 傅昆琦的小弟黃國昌 都有這個沖絲表對不對 徐曉昆都有波爺波羅密歡心經 傅昆琦能沒有父王父嗎 不可能嘛 所以網友馬上幫他做 回蘭的王者 國會的主宰 立院的作仇 中共的附庸 婚姻的魔術師 禮盒的收藏家 來自那個凌雲的籌生者 國家的預算就是一大堆 這麼氣勢磅礡的叫做 富王富 能沒有佩樂嗎 一定要有 這個佩樂 能像徐曉昆這麼歡快嗎 當然不行 一定要氣勢磅礡 來播給你們聽 任君哥 傅昆琦昨天在我們節目上講說什麼 講傅昆琦 傅昆琦說沒問題 你只要給我講一個小說會講得完 我說你這騙人嘛 傅昆琦能講那麼久 結果傅昆琦現在給我講傅昆琦名字的典故 他說傅昆琦這個昆是有意義的 傅昆琦有沒有記得 他的昆是在這旁邊 沒錯 不是在上面 不是在上面的 在上面他說不行 我這個山在上面我會被山壓 所以都在旁邊 然後呢 傅昆琦說傅昆琦是後來改名的 他原本不叫傅昆琦 後來改完名後叫傅昆琦 那改完名被傅昆琦之後呢 當然也搞不清楚為什麼要叫傅昆琦 結果這次去中國 王霧靈就問傅昆琦說 你為什麼叫傅昆琦 傅昆琦說 昆為昆倫山之一 齊為小草 所以傅昆琦大哥 我就是你們昆仑山的一隻小草 然後呢傅昆琦還接著說 我肩負台灣民意 大雨磅礡低頭時便低頭 風和日曆時又抬頭挺胸 王霧靈聽吧 我真以為在寫小說 這是聯合報耶 王霧靈聽吧 連聲稱讚 哇真的沒有辜負 傅王傅這邊 中共的附庸耶 這五個字 而且這段看完之後 你一定會覺得 那傅昆琦真是台灣第一齊男子 你知道嗎 唯一能夠跟他抗衡的 只有黃國昌 是啊 但是我跟你講說 我覺得傅昆琦是有做功課的 你知道嗎 當然 他這題說我是昆仑山上的小草 你不要以為他隨口說說 因為做過大陸之前 還真的有一個電影叫做 昆仑山上的一顆草 這更誇張 昨天傅昆琦說 傅昆琦是長大豪宅改名 傅昆琦是1962年出生 1962年中國拍一部電影叫做 昆仑山的一顆草 所以傅昆琦又把自己的名字 改成昆琦 我也以為傅昆琦是 結果製作單位幫我找到 昆仑山上一顆草 1962年上映的中國劇院 還真的有這個電影 而且不只是這樣你知道嗎 你看傅昆琦說 因為他身負台灣名義 大雨滂沫 低頭就低頭 但是風和之地又抬頭挺胸 他講兩樣關係 不是 我剛才這個電影講什麼 你知道嗎 我現在回到電影 電影說是有一個年輕姑娘 她到了高原工作 因為受不了折磨 產生了回家的念頭 這不是在講傅昆琦的心情嗎 當低頭的時候就低頭了 一個年輕姑娘到外地工作 外地是台灣 因為她自己說我的主籍為何 傅昆琦說我的主籍在何地 台灣是她的外地 後來去外地工作久了想什麼 想家 想家了 想中國了 但是這個電影的峰迴路轉 就在哪裡 因為她在昆仑山上 一個素食站的 就是可以長大 昆仑山上有素食站 不是那個素食 是人家可以借助 然後自動協定嗎 只是麥當勞 不要把你的生活經驗 民宿的一種 1962年你要說麥當勞 亂七八糟 結果她就說 因為這個在親切照顧下 又重新攔起了熱情 又抬頭挺胸了 厲害了吧 這很厲害 她這一段虎爛的話 是從那個電影學來的 就是啊 不然你為什麼她自己要講 她是昆仑山上的小草 她一定知道這個典故啊 但是我真的必須講 就是傅昆琦到底怎麼樣想出 這個搞不好是她內心世界小宇宙 但我真的必須說 傅昆琦跟徐小星 我們真的要大力的稱讚他們兩個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他們復興了台灣的整個的音樂文化 還有整個的文化創意 你看大家能夠 輕鳥行動金曲大賽 報名開始 是不是 大家立刻就產生音樂創作的熱情 對 而且詩詞歌賦 全部都可以用這次 這就是這兩位帶來的功勞 對 這真的很誇張 可是倫君我想去問你 當然我們這邊在哭手傅昆琦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 為什麼傅昆琦現在 他提的事情 全部被國民黨打槍 我覺得這件事情其實很詭異 你知道嗎 就是說傅昆琦前面的時候 他開這一台遊覽車 車上佔滿了國民黨的立委 然後大家一直開車開車 覺得說 傅昆琦說 我帶著大家往前走 所以坐在車上 就跟著搖頭望遠 本來以為 那個三讀通過之後 應該就到站了對不對 對 後來發現到傅昆琦過站不停 他又結束才可以 所以大家紛紛跳車 而且前面開始的這個三路崎嶺的時候 傅昆琦做了一件事情 連煞車都不採用 我們跟鄉都抵了 那問題就來了 第一個 你剛剛提到說 國情報告的這件事情 他們其實是要用的就是說 我今天問你問題之後 你就要回答 你就要及時回答 我好不容易衝了一堆垃圾法案 衝過了 結果你今天來說 沒有關係 你要打不打 這個我都尊重 就算連不回答都可以 我覺得這幾個 原先坐在車上 現在還要爭笑 我們摔著鼻青臉腫 所以你傅昆琦給我裝好人 我好歹花了幾萬塊買護具 對不對 結果你今天還說 我該踹的人也踹了 該碰的也碰了 該睡覺的人也睡覺了 結果你今天跟我講說 沒有關係 那我這段時間在幹嘛 那如果傅昆琦可以這樣做 那老實講你去修那個法做什麼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覺得就民進黨立場來看 你覺得傅昆琦的說法 你對他有信任感嗎 沒有 你今天搞不好把我框來 到最後一大堆國民黨立委在這邊 給我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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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朱鳳蓮歡迎王毅川去中國看看一樣 這個非常非常可怕 第二個是傅昆琦 這是誘捕賴清德的招數 對 再來就是第二個是傅昆琦 又丟出一堆奇怪怪 要費監察院 剛剛提到說國民黨立刻跟你講說 沒有沒有沒有 那現在問題來了 誰拉得住傅昆琦這個老司機 他不是第一次當立委耶 他以前在國民黨也當過總召耶 他是回蘭的王者 國會的主宰 立院的舵手 誰拉得住 我跟你講現在重點是看什麼你知道 看朱立倫的態度 朱立倫現在什麼都沒話說你知道 就讓傅昆琦繼續衝繼續撞 那現在問題來了 當時傅昆琦要拉著這些國民黨立委 去搞這個國會武法的時候 沒有人敢擋他 現在傅昆琦在提這些 如果今天國民黨再不敢擋 接下來傅昆琦說不好意思 我的那個交通三法 花東那個你也要夠啊 對 所有人就隨著傅昆琦去闖去撞耶 對 這裡面可能有沒有提到 是國民黨裡面的 還有環評的主宰跟高鐵建設的考古家 我覺得這裡面少了 他在國民黨裡面的角色你知道 他國民黨沒有地位 沒有在這邊沒有啊 我覺得這個太不切切切實際了 應該要把這個傅昆琦在國民黨的那種 衝高的地位 把它給補進來 是好 非常謝謝人君哥 我們請人君哥回到位置上 因為其實傅昆琦真的很神奇喔 大家都說他是花蓮王嘛 憑什麼叫花蓮王 我們請睿德哥來到電視牆前面 所謂的花蓮王就是他一定有特殊的對不對 欸 傅王傅欸 他一定有特殊的權利嘛 睿德哥你長期跑社會 沒錯 你說傅昆琦喔 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厲害 他真的雖然自稱是被刑法一百條關進去對不對 對 可是他坐牢的時候 欸 比一般人去度假村還爽欸 瑞德哥 對沒錯 傅昆琦當年他因為 他不是說他是因為刑法一百條 刑法一百條是包括那時候很多 長官還有很多的人 拋頭爐灑了血 昨天我們都在這裡講了嘛 很多人犧牲自己 可能還被判死刑去爭取來的 對 那麼傅昆琦的譽署說 那就是羅茲罪名啦 不好意思喔 你都不是因為刑法一百條去的 你完全都不是因為政治因素去 你是為了兩次的炒股案嘛 對 所以一次判刑八個月 進去了以後 館長沒當作嘛 對 判刑定驗了隔天縣長被解職嘛 後來進去關等等嘛 然後呢 緊接而來第二次是 當了立委了以後呢 那麼又判了個兩年十個月嘛 對 然後再加上這個等於說 這個假假結 假離婚的事件嘛 假離婚難道是政治 難道是政治追殺嗎 難道是因為這樣子 民進黨強迫你離婚 你知道嗎 他們後來又結了 又結了 間諜情深 通常離婚不是個性不合嗎 個性又合了 你知道嗎 經過分開了以後 個性又合了 因為了解而分開 因為判刑而結合 是因為這樣嗎 所以喔 後來要去關嘛 兩次嘛對不對 那在獄中裡面 到底他有沒有享受特權 我先跟各位講喔 胡昆琦跟他的這個服務處 是否認的喔 他們完全沒有特權喔 花蓮監獄也是否認的 也說沒有特權喔 只有時報接到 有關於監獄裡面的 一個裡面的人員 兩千多次自治血淚 把他丟出來嘛 不婚起坐牢當大爺 對沒錯 那黃志賢講的是真的 為什麼 因為呢 他是因為兩次的 這個相關的炒股案嘛 對 因為炒股票啊 我個人最痛恨炒股票 為什麼 因為我個人投資理財 就是有些股市佔領一部分嘛 你都是被坑殺 很痛恨那種坑殺人家的人嘛 除此之外呢 事實上 那裕方裡面所講的到底喔 他到底有沒有 這個等於說 因為他我們台灣的法律很奇怪 為什麼 他第一次做館長喔 定驗了以後 縣長馬上拔掉 對不對 隔天解職 他當立法委員被判刑要進去關 他又沒有尺度工錢 他立法委員還繼續做耶 他在監獄中照樣服務選民喔 他在監獄裡面 他是以立法委員的身份 進到監獄裡面 然後更好笑的是 他做完了以後 還捐了他座牢期間 應該是座牢期間的所得 這點是不錯啦 所有薪水 總共捐了兩百多萬 最後還捐了五十萬 給相關的防疫 這點我個人是把它肯定的喔 不過我很奇怪 我不太了解 到現在還是不太了解 你錢都拐拐出來之後 你們家的座牢是怎麼蓋的吧 是 你要告訴我們 你們家的大樓是怎麼蓋的嘛 好 重點來了 他的特權很誇張耶 到底有沒有特權 到底有沒有特權嘛 他們有講到說 根據這個人的爆料 他爆料了兩千多字嘛 告訴各位 這個爆料的人說 因為第四級的受刑人 接見的話 每星期一次嘛 或者是 如果你是派行定驗的話 特見最多三天一次 或坤其天天特見 你知道嗎 天天特見 剛入監的時候 王金平 徐政委就來了嘛 對不對 這一點有解釋喔 這一點 人家花蓮監獄發的漏漏 等於新聞稿 人家有解釋喔 他說 是這樣沒錯 但是 那有什麼好解釋呢 還在講完嘛 但是 長官可以著語衡量 長官 長官 長官可以 本來三天一次嘛 長官 我就喜歡給他每天一次 不要這樣 不是樹倒洪孫散嗎 怎麼會有人坐來 天天有人去看 第二個 因為人生自有特見的 你要知道嘛 在監獄裡面就是 相關的人來看你嘛 是 好 第二個是 記菜 一般受刑人 三天才能記一次 他天天都可以 你知道嗎 阿傳你如果出事了 我三天一次辦視頻 一次你更好 他要天天比照復婚期 對 我告訴你 這一屆 花蓮監獄對不對 新聞稿裡面 也承認 確實是如此 不過 他的解釋是 長官有材量權 又來了 這都有嘛 我跟你說 我跟你說 沒怪 沒怪 人說 不管你官 就算坐到宰相 進到監獄裡面才知道 原來監獄裡面 等於說 一個小小的相關的罰警 小小的御主 他們那麼厲害 你知道嗎 為什麼 我在自由時報有個同事 爸爸是監獄裡面的 相關的資深的 等於說罰警 他說 三節 一大堆台灣黑道老大 他都來他家送禮 為什麼 因為他最大 因為在裡面 四條樓面給我盤著 關小 但是呢 他的權力大 所以大家都爸爸捧他 運動 來了 一般工廠收集人 每月輪流到大運動場一次 小運動場四次 一次一個小時 對不對 那護婚期 卻有人帶他去運動 獨享一個大的運動場 他享四個籃球場 一個排球場 告訴各位 花蓮監獄的新聞稿 他有承認 但是 有承認 但是不是這個樣子的 沒有特權 你知道嗎 那是為什麼 因為婦婚期是立法委員 怕他跟大家一起混在一起運動 萬一發聲不測 被人家冒一下 踹兩下 那怎麼辦呢 那也不用一次打四個籃球啊 那就只好跟大家分開 你知道嗎 那我就一人一個籃球場 為什麼要四個籃球場 告訴各位 花蓮監獄真是 真是 用心良苦 你知道嗎 他怕發生意外 這個不是特權 那特權四種沒得凹了吧 穿著 別人只能穿脫鞋 婦婚期一出社房 不要特件都穿運動鞋 沒有看過他穿脫鞋 告訴各位 勇敢的 負責的花蓮監獄承認 承認 但是 我有看他不是都光 那個監獄都是光頭 然後穿脫鞋要這樣嗎 婦婚期 你不要跟他說 你不要跟他說 那個是王毅川 你不要 不要跟他說 他說進去就變這樣 頭髮就被剃掉 搶救王毅川說 你也不給剃 你進去就被剃 然後你就這樣 然後這才被打 婦婚期不用 王毅川如果進去的話 只是要藍白拖給穿 你知道嗎 他講的 是不是事實呢 花蓮監獄 承認 承認吧 但是 他還有 他有解釋 有解釋 他說 矯正 矯正機關對不對 本來就沒有限定你們 一定要穿拖鞋 什麼拖鞋 什麼拖鞋 我也想穿皮鞋 藍白拖不是只有打蟑螂 矯正機關沒有 奇怪 那全台灣其他矯正機關 全部都穿藍白拖 不過我至少穿薄肯的拖鞋 人家有很勇敢的說 不是只規定你只能穿藍白拖 拖鞋 只要運動鞋經過檢查裡面 沒有夾帶毒品刀屑 刀屑對不對 事實上 發給這個壽型人用 他是可以穿的 阿川記起來 只不過 他沒有說的是很奇怪 為什麼別人只能拿來打蟑螂 只能穿藍白拖 護婚期可以穿 這個所謂的運動鞋 你看人家講的 所以護婚期沒有特權 只是花蓮監獄很奇怪 護婚期能做的 別人都不能做 很奇怪 說前借護科 當然後來理性科則是沒有說 他是說沒有找到他人 他說不知道 只派兩個人 幫護婚期拿水杯 蒂毛巾 而且他走出中央步道的時候 沒有實施 不僅要實施全員監控 壽型人還必須向後轉 不能看他對不對 這是皇帝 我告訴各位 那叫壁 這個部分花蓮監獄就否認了 那我先罵 他說護婚期只要經過 所有受血要往後轉 連眼睛都不能看到婚期 我告訴你 這是檢舉內容 但是呢 花蓮監獄否認 有否認 他這一檢就否認 前四項他都承認 沒關係 他否認的結果他是說 不是不是不是 只派兩個人 是為什麼 是四個 不是啦 是怕他發生意外 所以派人要介護他 介護他 萬一發生什麼事 對吧 介護介護 除此之外 也不是說所有人想後轉 對不對 不能看 而是因為 副婚期是立法委的身份 萬一走去的時候 發生什麼不好的 比如說 經過的時候 被偷打一圈 我斜眼看你 我用傷害性的眼光看著你 對不對 這樣不好 哪裡不好 所以他是說 這個花蓮監獄是說 是因為避免無謂的困擾 所以後 並沒有叫你向後轉 但是 叫他頭低低的 不能直視副婚期 但是一切都是為了介護 原來表示國會 就在這個時候 副婚期 心中有想法 這裡就有意思了 那麼介護就醫 三次介護 總共有三十多天 對不對 人家花蓮監獄說 因為他受傷 因為被虎頭風遮傷 或者打籃球 骨折 胃病等等 然後另外外出就醫 監獄行刑法規定要有借據 手銬腳樓 這個重達五公斤 但是 戶外出就醫或住院 都沒有上借據 其他人就算開刀 醫完就要這個 麻藥還沒退就要上借據 當然這個部分我們不了解 因為我們沒有在現場 花蓮監獄的說法是 他腳骨折怎麼上腳樓 你知道嗎 有道理 當時他第二個案子 他第一個案子進去關了八個月 那麼借調到台北來 對不對 那時候是有上手銬的 對 那時候法官問他說 你要留在台北看守所 還是回去花蓮 他想回花蓮 花蓮是我老大 我現在終於知道 為什麼回花蓮 台北看守所 你要趕進一下 台北看守所以後 這些全部都要移 要天天會客 天天有菜 不只胡坤其 大家比較辦理 大家都這樣 這是我以前的老東家 自由時報報道的 人家檢舉 2020年的事 我覺得最難過的是什麼 最難過的是 花蓮監獄說這樣就算了 當時花蓮監獄的典獄長說 胡坤其住進來以後 確實對我們造成了很多困擾 但是裡面所講的這些內容 我跟告訴各位 那時候的法務部長 還有絞證署長 沒有好好處理 為什麼 如果他講的都是真的 以後所有人都比較辦理 那當然胡坤其後來他去這個 胡坤其說他自己沒有特權 這我相信 因為不需要他有特權 因為花蓮監獄全部依法辦理 他連經過人家都不能看他 你跟我講沒特權 我相信胡坤其的清白 他絕對不是自己要求人家這樣 可是花蓮監獄為什麼對他那麼好 很簡單 每個人服刑應該要一樣平等 為什麼對他那麼好 後來胡坤其到了外衣間去 到自強外衣間 我特別去參觀過 自強外衣間是所有 這些外衣間都是監獄裡面的監獄 頂級的time one 對 為什麼 號稱沒有圍牆的監獄 他們可以到外面來 養花種草泡茶 樹下還有榮樹可以做 你還可以申請家裡的人太太 家的人還可以申請跟他一起住 對 這個都是我們育政的改革的進步 就對了 不過講到最後 做一個總結 為什麼 黃國昌那時候在臉書 因為特別講 權貴犯罪 這個人 這個人 不應該去自強外衣間 對 你看你送 你知道嗎 攀那麼輕 拖那麼久 還讓他去外衣間 對不對 不應該這個樣子 權貴不能犯罪 不能那麼爽 現在卻讓這個人摸摸頭 對 真是令人覺得情何以堪 好 非常謝謝瑞德哥 我們請瑞德哥回來 可是現在狀況是叫 大罷免時代來臨 真的 大罷免時代來臨 我再講一次 大罷免時代來臨 這是一個 現在罷免的LINE群組 這個LINE群組 小弟我默默的混進去 想說 看一下這1450在搞什麼 哇 裡面很有組織耶 罷免民主快餐 AKA 罷免新手懶人包 要技術交流 請加入 罷免不私任立委 技術交流LINE群組 然後 罷免紙本範例懶人包 各區立委 罷免門檻一來沒有 你以為這很厲害嗎 沒有 你加入之後他就告訴你 請問你住哪裡 如果 台中 有12345個選項 有楊琼衣 袁環衡 廖偉翔 黃建豪 羅倫多替委 自己家 超連結在這邊 雙北 謝國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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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變立委 不是罷免立委懶人包嗎 怎麼又謝國良 有夠誰 罷免張主任 林德夫 雙和的一起處理 桃園 桃園目前一個人被盯上 牛許婷被盯上 新竹 正正前被盯上 花蓮 復婚提被盯上 對不對 所以真的進入到大罷免時代來致了 可是徐曉欣說 來 有種就來 來一個 我殺五個 來五個 殺十個 我們看一下相關報導 要罷免 那大家大罷免時代 一起來罷免 你罷免我一個 我罷免你五個 你罷免我五個 我罷免你十個 徐曉欣針對青鳥們發起的罷免立委投票活動 28號立法院外聯訪 直接犯槍回擊 所以如果今天民進黨要搞的是 報復式的罷免 那國民黨也會參與他 而其中罷免名單上 除了民眾黨黃國昌 國民黨傅昆齊 來議委員羅廷偉也上榜 唐氏議員將趙國破文透露 台中中西東南區里長開始收到告知 如果敢表態罷羅 就會被反發動罷免 里長們莫名受到恐嚇又夠誇張 不管是徐曉欣委員 還是羅廷偉委員 你們不要把在立法院的那種 壓霸的行為 拿來對付一般的民眾 記者實際找到西區大中里長 現身說法 他甚至秀出監視器 29號晚上6點多 身穿黃色套裝的民眾 跑到辦公室 聲援立委羅廷偉 他進來以後就說 里長你知道有人要罷免那個羅委員 在LINE上面有聽到這個消息 那他就說 那你知道說 那如果我們要罷免他 我們可能會有人要罷免你里長 里長突如其來被告知 罷免羅廷偉 自己可能也周央也相當傻眼 他語氣是比較強硬一點 感覺到被恐嚇到 我覺得這樣子的話說 里長一定會受到危險 對此羅廷偉文字回應這完全不是事實 還表示也有里長告訴他 他們受到恐嚇 只要里長不表態支持罷免 自己就會被罷免 同樣的說法似乎流傳在藍綠之間 冷靜哥 大罷免時代真的藍綠呢 我們前面幾天還說 人民的怒火沒路走 一定會走向罷免 那怎麼走 還不知道 你竟然出現了 罷免新手懶人包 罷免民主快餐 葉仁芝嚇死了 葉仁芝昨天上個友台 你也在現場 聽說你等一下幫我們大家還原一下 被問到什麼 葉仁芝說要罷免葉仁芝 葉仁芝解釋 如果大家認為這次發起罷免的原因 是不滿國會改革 或者是程序不正當 那 一直坐好 新台派 那應該要罷免的對象是 傅昆琴 還有這種事喔 葉仁芝把傅昆琴出賣 甚至還有說什麼呢 或者是 無動線 真的假的啊 正俊哥 而且我昨天在現場的時候 我就說 徐曉昆說 你罷我一個我罷你五個 我說那你是不是應該要點名徐曉昆 他不敢 他不敢 他敢點傅昆琴 不敢點徐曉昆 他不敢 我跟你講葉仁芝真的會嚇到你知道嗎 你知道他昨天在節目上面 他的講法是什麼你知道 他說 我才當立委四個月耶 我才幹四個月 我還好多事沒有做耶 我還沒過到肝癮耶 你叫罷免我 我先講喔 如果就時序上面來講 確實啦 現在他沒辦法罷免 因為他 他很好笑 他說 葉仁芝還強調 如果是程序正義 那應該找吳忠憲啊 那為什麼是 我又不是招偉 不是 因為我跟你講他排第二名啦 因為他排在那個名單裡面的第二名 他也是票數裡面 因為他那個名單 基本上大概就是說 原先在立委選舉的時候 票數差距近的嘛 對 葉仁芝昨天居然打哀兵政策 你知道嗎 他說 我是全國當天開票 我最後一個才宣布勝選 我選得這麼辛苦 他很適合打哀兵政策耶 那我跟你講 真的會怕 為什麼你知道嗎 過去我們在看到罷免案 基本上是單一地區針對單一個人 你剛剛提到說這幾個 大罷免 台中就五個耶 對 那這幾個其實有很多都是說 他當時在選舉的時候 他的票數差得非常非常的近 再來就是說 你現在也沒辦法 因為你國民黨當時願意跟著 傅昆琦這個老司機走 對 車開到哪裡 你們就跟著坐車 而且很高興還在那邊 還開窗戶跟人家揮手說 我們都在車上 我們都在車上 所以現在看起來 對於國民黨這幾個來講 因為老實講 這些東西在現在是沒有辦法進行罷免 因為他有時序的問題 對 可是這個東西會變成是在養 養什麼你知道 我就接下來看你國民黨在立法院的表現 我懂了 因為這真的很慘 譬如說我加入了楊瓊英的群組 我舉例 楊瓊英只要一出包 馬上在這個群組就瘋傳 然後仇恨值就增加 他變成一個像在地的小喇叭 要一直傳 一直傳 一直傳 你想想看我發起這個群組的人 我會不會去盯著這個我要罷免的 就會變楊瓊英 我就不斷的盯著你 對啊 你以為你楊瓊英只很會做網路 他不是很會拍直播嗎 拍影音 那你覺得人家不會把你主堡的 或講錯話的或幹嘛的 把它弄成影音嗎 對 所以你接下來你會變得一直被叮 一直被叮的狀況下 我跟你講你會很辛苦 搞不好連你 你上幾次節目 那個都會被算你知道嗎 對齁 你有沒有好好的擔任立委 我跟你講那個都一定會被算起來 等一下 我發現一個怪事 罷免不試任立委技術交流群 你們雙北怎麼只有謝國良跟林德福張志倫 業員之類 這個群組是不是業員之創的 出怪招 我覺得這個群組搞不好是業員之創的 業員之出怪招 跑床借鑒見到別人 全部都去搞那個林德福跟張志倫 全部去射別人 不然怎麼會露林德福跟張志倫 因為這圖是我自己劫的 我保證沒有露劫 這個有問題 怪事欸 然後人居哥繼續 所以我就講 接下來這些立委他會回到就是說 你各項法案裡面 你是不是都要這樣硬幹 對 因為民眾在這件事情上是神奇 再來就是說 那個技術交流群很可愛 很可愛好不好 你看像這一次 你像在這一次公民運動裡面 事實上你會看到罷免謝國良的基隆的 基本上還是在單打獨鬥 對 可是當我現在開始串聯 唉唷 那就代表是什麼 要怎麼擺胎 格子要怎麼弄 要怎麼收 要怎麼連署 我告訴你這可怕在哪裡 你知道嗎 這些公民運動 坦白講任何政黨 如果真的是它動員出來的 我都要勇於承認 對 他們很厲害 它裡面有青鳥文宣組 都很多得過獎的設計師欸 我跟你講他們每個大頭貼都不一樣喔 然後我們帶到 這是罷免球是這種青鳥喔 它是設計過的喔 然後範本是東陸喔 然後你看拆樑是這個拆樑喔 牛許婷是牛許婷的頭畫個插 每一個圖都不一樣喔 你知道剛剛發生什麼事情嗎 有一個Lillian Wonderland 就是那個科金阿公阿嬤對不對 對他在紐約時代廣場 時代廣場要弄一個全版廣告 八萬不是台幣喔 每集 一PO上去 兩小時五十分鐘 截止了 你現在排隊不到了 已經達標了 兩小時五十分鐘欸 兩小時五十分鐘 這麼大的社會能量 這麼大的資源 現在一看看 那青島東路沒事了喔 我們都往基隆去吧 對 我們到板橋找一下月圓資吧 要不要創 這個是社會公民能量 又專業 又有能力科金 速度又快 還會分勾 還會寫超連結 而且我講這個 因為禮拜二那一天 我有去青島現場 那個人非常多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擠在那個地方 因為你擠不進去 我往擠南路那邊走啊 結果我對面有一個大哥 你知道嗎 他本來在那邊看看 一看喔 欸 哈仁俊 他就塞了兩個東西在我手上 這是他自己做的 喔 徽章 他自己做的徽章 這個圖案從一開始 從他壓毛 他就跟我講說 這都要自己做 你看他後面他其實就買這個機器 然後自己回來的 是 他的行動力其實真的非常快 一看到人他就給 他就給 他也沒有再跟你care 說什麼我開花 我覺得剛剛定語講的那一個 就是說 這一次是民眾自己說 我心甘情願要出來做的 對 那個跟我叫你說動員 還要我幫你拜託 那個完全力量是不一樣 所以當他開始進行串連的時候 我剛剛講 我如果要罷免這個選區的人 就是我盯著你 對 不好意思喔 旁邊那幾個群組都會幫忙叮 欸 欸 欸 那幾個幫忙一起叮 很像串連是最可怕的事情 可是很多人都問 可是我不見得住在那個選區 我到底要罷免誰 對不對 本節目是個負責任的節目 我們會幫大家整理推薦名單 對不對 跟考試一樣 難得先不要寫 先寫簡單的 跟吃柿子一樣 先吃軟的柿子嘛 硬的柿子去吃幹嘛 賴斯堡那種先往後擺 對不對 可是我等一下要問委員喔 這個名單我們整理出來 第一個 三大欄尾可能被割掉 依什麼 票數分 這大家都講過很多 圖仙吉 葉原知跟丁學忠 對不對 都贏一點點 贏2400 2900 贏1200 都贏一點點 可是其實還有很多Meg 昨天瑞德哥在我們這邊提醒 瑞德哥說 欸正好 你們還要去瞄準那種 他能夠當選 是因為綠營分裂的 欸 有道理喔 表示他基礎不穩嘛 對不對 我們也幫大家整理出來 第一個 李彥秀 欸 李彥秀能當選到高嘉瑜 自己要負一部分責任 可是無心帶 對不對 基進黨拿兩萬六千票 對不對 李彥秀第一個 新竹縣的林思民 可以贏這個晚晚一個曾正凱 也是因為 進步力量分裂啊 時代力量跟民進黨分裂啊 這加起來有個距離欸 加起來 是相近十萬票 贏林思民多的欸 我跟你講 像林思民這種拿七萬的 憶恩這種拿七萬的 國民黨休選辦法都沒有用 那個 羅智那個後面一個小歐盟 也是拿了快三萬 對啊 歐巴桑啊 所以說他們像那種 休選辦法 國民黨要休 修成說 我不只罷免 同意要多於不同意 還要超過當選門檻對不對 這種當選只有七萬的 也算很好 立委通常都十萬 繼續 正正錢 新竹是不是細喀都啊 八加五加三是遠大過正正錢啊 對不對 再來 南投縣 不要以為菜培會數很多 菜培會跟民進黨的鄉長 陳奎佑 他拖黨參選加起來六萬六加四千票 也是營油耗的呢 台東罷告對不對 賴昆成跟黃建兵差兩千票 可是劉兆豪是民進黨之前拖黨的 也是一萬八 對不對 差多了好不好 甚至還有國民黨自己內部分裂啊 你以為徐小熙很穩喔 廢洪泰對不對 在罷免的時候 對不對 這一個 第二個這個最關鍵 你真的覺得傅昆奇不會被罷了 傅昆奇拿六萬八 張美惠坦白講 他的技能總部成立 我是有去站台 蕭美琴有去站台喔 可是他全國知名度並沒有那麼高 五萬一而已喔 可是他們現在差多少 六萬八跟五萬一 他們差一萬七千票 可是國民黨在花蓮是鐵板一塊嗎 對不對 對不對 昨天小評書在我們這邊講行內話嘛 花蓮市的衛市長 對不對 花蓮縣的議長 真的挺傅昆奇嗎 所以委員我想問你 國民黨內部怎麼看罷免 真的像徐小熙這麼有底氣嗎 你罷免我一個 我罷免你五個 你罷免五個 我罷免你十個 那麼有底氣嗎 首先先幫葉原子講一下話 這個 可以可以我們OK的 沒有啦 我是說他講的所謂 傅昆奇跟吳宗憲 他後來有時候是開玩笑的啦 開玩笑 對當然 嘴炮 所以大家要罷免 先罷免他嗎 可是都嘴炮 對 所以還是罷免葉原子好了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說大家客觀來講 但我覺得罷免是這樣子 罷免是人民對於這個 政治人物最不信任的一個最後手段 是 好如果今天這個政治人物 他做十而不適合作見犯科 大家語法 語理都不容的話 我當然覺得需要罷免他 一個立法委員他當四年 你說說長不長 說短不短 四年他當然你可以看他表現 然後看他表現之後 給他一個責任政治 四年之後給他一個 最後的一個決定 但我要說這一次 他會不會激起大罷免實在 很有機會 為什麼 你仔細看一下 這一次的罷免 當然你說現在要罷免 都是國民黨的立委嘛 很明顯是對於國民黨 這一次國會改革犯案 不信任 或是不支持 所以要去罷免所有國民黨的立委 那我就講一句話 如果以票數來說 圖權級 何其可憐 我今天不講他名字 你們知道他是誰嗎 不知道 你知道他在這一次國會改革 他做什麼事 除了舉手投票之外 他有做什麼爭議性的事 不知道 但他可能會因為這樣子 被罷免掉 那我也必須講 現在看起來這所有表格 都是國民黨跟民進黨 國民黨贏 大概相當比較少的 同樣的 你當你用一個立場的法案 去罷免到國民黨立法委員之後 國民黨其實也會生氣 我知道你們可能也會罷免民進黨 所以我才講大罷免 所以徐小新還會說 對 那我會覺得 那我最後講實在話 我們好不容易就 立委選舉到議員跟市長選舉 中間隔了兩三年 大家可以安靜一陣子 現在沒有 立委總統選舉完之後 過了一年 每一個人都要去準備一個罷免的選舉 就每一次都這樣搞 老實講我覺得對於社會的穩定 當然我覺得不是很好 我同意 你們在弄3Q的陳柏惟的時候 為什麼不講這樣的話 3Q做錯什麼事嗎 他也是被謠言 莫名其妙這樣打 打到現在他只能流落在 他買一棟高雄兩百萬的好長 他只能流浪在李正浩的這邊而已 第二個 其實民眾的憤怒點跟藍綠的政黨 只是無關 那個憤怒點 你說綠營的現在的民意代表 有沒有那個憤怒點 其實沒有 他是轉到藍綠那邊去 最後一個 為什麼會有那麼大的憤怒 始作俑者是來自於你們用黑箱 要讓立法委員擴權 你回到今年1月13號投票的時候 不管藍綠白的選民 有讓立委擴權到這種程度嗎 怎麼會國會改革是把立委 越改越大 改到可以管百姓 可以罰百姓 人民沒有這個期待 所以這一次的憤怒 其實是超越黨派的喔 那個你去外面看那個現場 那些學生 那些年輕人的臉孔 他對任何政黨 不一定有什麼忠誠度 其實這個時間都有關係 但我進廣告回來 謝國良真的會GG嗎 歡迎回來新台派上線 儘管的節目沒有極限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最後一段要聊什麼呢 聊大罷免時代 上一段委員講說 如果民進黨真的成立了大罷免的時代的話 國民黨的支持者也會憤怒 國民黨也會來做所謂相對應的行動 可是我想問委員 罷免我們昨天討論過 他是個恨的投票 可是藍綠現在怒氣值有這麼高嗎 那天禮拜五的時候 國民黨你們也租一個場地在青島東路 你們才來三四個人耶 當然這一次國會改革法案 在國民黨跟民眾黨的版本通過之後 對國民黨的支持來說 當然沒有憤怒之 因為支持的法案過了嘛 他的憤怒其實是會來自於 因為這罷免極其容易 什麼1%提議10%連署 25%出來同意票 當然要大於不同意票就會過 所以換句話說 門檻是比較低的 所以你不要管說這個很接近的選區 包含就是說 曉青的選區松信區好了 他光是有人去連署這個事情 要讓他進入所謂表決對決的情況 即便在申嶺也會 連署是很簡單的 包含申嶺都會 對 代表說未來他會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全台灣遍地開花 好 那我舉例來說好了 那就譬如說 我們就以好朋友葉原資舉例好 又以他啊 他好不容易躲過LINE群組沒他 那我換一個人 我喜歡葉原資 就葉原資 放他一碼嗎 我就以 葉原資 就葉原資好了 不要不要不要 胡全集 其他表決的機會就太可憐 其他 你還是 你還是點葉原資好了 胡全集臉其實是黑的 他現在更黑 你是講一個葉原資 沒黑立委 我舉例來說 沒黑 沒黑 國民黨的立委 或許在這一次的表決當中 他並沒有任何仇恨值 他真的被罷掉之後 那國民黨支持就會覺得說 為什麼 為什麼民進黨就這樣 就那麼阿拔 因為他有舉手啊 沒有 對 所以國民黨 對 所以回到國民黨或是這個 這個藍白的支持者就會覺得說 你舉手舉不贏我 你就用罷免了 那我們一起來阿 他說 他會騙力 他從而你只會跟著一起來 同意 所以老實講 這個事情真的做下去之後 當然我覺得現在大家都有情緒 不管國民黨民進黨 也有在鼻子上叫囂這樣子 未來真的這樣子 我個人 我不是幫國民黨 我個人都覺得這個 這個整個起來 對社會來說 絕對是不同的 那委員 你是念政治系的對不對 對 那你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我們憲法設計要復議案 是不是給國會一個重新思考的機會 當然 當然 對不對 那我在問你 你絕不覺得 連你都覺得會進入到大罷免時代 你也覺得不應該進入到大罷免時代 對於台灣是個太撕裂的 你有沒有想過 在復議案的時候 我們憲法之所以要設計復議案就是 好 當你倉促通過之後 我們再給國會給社會一個思考空間 國民黨是不是應該思考一下 我覺得很多人都講 賴清德也講 他們可以接受選舉舉手舉輸 可能不能接受用這種方式輸 黃偉翰也講 壓馬路要一吋吋壓 你最後會贏 可是你要讓反對黨充分表達出意見 剛剛定語委員講了一個很長的名字 我書讀的時候 背不得叫什麼 Filibuster 什麼石波巴特還是什麼 Filibuster Filibuster 就是你要給蔡野黨 有表達反對意見的權利 就像當時民進黨給蔣萬戰兩個小時一樣 我同樣要講就是說 譬如說 像定語委員剛剛講 從民進黨觀點認為這次是黑箱 也沒有到黑箱 我覺得講黑箱 程序不完備 從國民黨我們一直在講說 不管超野協商 不管是委員會 我們都有給時間 都按到程序去 那不同的立場不一樣 那我還是最後回到一點來說 譬如說 現在賴清德總統當總統之後 他就滿意度不錯嘛對不對 調看也不錯 那為什麼這樣子 因為他還沒開始實證 他還沒開始做 那當然聽起來觀其行 就是等到他做好 給他掌聲 做壞的話我給他批評 同樣的 國會這個所謂 我們認為改革的法案 民進黨認為擴權法案 那的確是過了 那他會不會公布 目前來說 如果不釋憲的話 會被公布嗎 公布之後的確 國民黨或在意黨 我們會透過這方案去做一些 可能聽證或調查 包含IE穿哥可能之類 那如果真的這樣 大家覺得國民黨亂搞的話 那一樣啊 我們自己負責啊 我們提出一個亂搞的法案 下一次一定就是全盤結束 你們上禮拜的人 在我節目姓氏 當然說不會亂傳人 亂傳人 你們調查權 對不對 你應該也有講吧 你們今天下午 黃建豪就是要傳王毅川 黃毅川有罪 讓法官官啊 讓他去外議間啊 對不對 跟傅崑琦一樣啊 穿拖鞋啊 運動鞋啊 所以好 沒關係 我覺得已經表達你該這樣 但是我要談的事情是 我覺得憲法這樣設計 副議案就是說 一個法院通過之後 會有一段冷靜期 或是社會意見的回饋 讓立法機關或民意機關 重新去思考 去聆聽社會上的聲音嘛 可是沒關係 我想問十七姐 沒有去聽嘛 對不對 看起來沒有去聽 沒有去聽的時候 大家覺得 那我就罷免 因為我覺得 還有最後一個踩煞車機會 就是國民黨 對於這個副議案 對不對 接受這個副議案 接受之後 回到 把這個案子喔 回到委員會 好好的去審 竹條審查 什麼Filibuster 讓這個民進黨 好好表示完意見 通過完之後 明月下降了 要視線再視線 對不對 問題是 大家不一樣幹 所以倒大沒是謝國良 對 沒錯 謝國良 從四百萬一個禮拜 變成七百萬 那謝國良何其無辜 他現在多乖啊 民進黨議員問他 可以支持秒是議會罪嗎 謝國良說OK 然後民進黨議員說 有老師法寫 這OK嗎 他說真的 這種法寫 是我成長中不可抹滅的傷害 法寫太糟糕了 他最近很乖 就連摩天倫 太貴對不對 那我們預算先不要編 不要做先不做 先能不做就先不做 現在連基隆的蝙蝠都不下蛋了 對 也就是說他每一件事情 其實都還滿低調 滿順著這個 可是他的捐款 一個禮拜多三百萬 沒錯 那就是代表人民對 藍白兩黨的那個憤怒 他總是要有一個集結點 那要等到一年之後才能霸立委 你知道可怕是什麼東西嗎 現在就有一個目標在那裡 不是 可怕憤怒是 定委委員選舉的行家 四百萬是一千六百人捐 對不對 多三百萬你知道多少人捐 多少人 一千九百萬 所以三百個人捐了三百萬 一個人是捐一萬 小額募款定委員捐一千都很多 他是平均起來一個人捐一萬 嚇死人 那個憤怒要倒倒倒倒 對啊 你就知道課金公罵的實力有多堅強 我選舉到1450 那有什麼8888都不錯了好不好 而且今天你一爆之後 他說那裡有標地屋 對啊 從時代官城就移過來了 現在還可以再收捐款嗎 然後再集結一波 對啊 所以謝國良現在是一個 最明顯的一個目標 那現在進入了第二階段 會不會因為那個怒氣 總是要有一個集結點 而你等到明年太晚了 現在就有 我們現在先出氣 氣就 受氣包就會累 在謝國良身上 所以謝國良危不危險 很危險 他儘管最近這麼的低調 但是沒辦法 你必須背負這個 藍白目前累積出來的這些民怨 對 剛剛我也有在講說 會變成一個大罷免時代 也就是說 現在那個社會 民間上面累積的怒氣 是針對藍白 所以你提罷免 其實這件事情 是容易被累積的 那你說相對 也來提民進黨 不是 民進黨沒有那麼強烈的 怒氣集結點嘛 那所以你這個天平 就不會是平衡的 對 而且霸擬國民黨的 然後這個對於藍加白的怒氣 都會在你國民黨那個立委身上 因為白的沒有 沒有立委 對 所以白的也會 對白的 不是我聽懂了 今天葉原資不是一個人負重前行 沒錯 他還背著黃國昌負重前行 對 他是背著 他不被壓死才怪 白的沒有被罷免 白的沒罷免 因為他都不分區 所以所有藍的被排上罷免名單的 他們都要加上白的被憤怒 還有藍的優勢選區 所以葉原資一個人背著黃國昌 又背傅崑 對 還背徐曉昕 是 不壓死才怪 所以葉原資怕怕怕死了 你趕快去罷別人 你看傅崑崑 然後去罷這個 吳宗憲 翁曉妮都葉原資在扛 然後準備工作其實已經開始 當然現在 這個是花蓮傅崑崑的 這個單子 但是因為現在還沒開始 然後到時候地方選委會 會用什麼樣子的單據 也不知道 但是他 他忍不住 我們先寫再說 因為他下面已經 他上面已經有講 就是 這就是一個參考範例 告訴大家說 這些東西都是要準備的 時間一到 號角一響 離附困體第一階段 很快就會被通過 就只等那信號一響 沒錯 專向敵人的心臟 你知道這 短短 短短十幾分鐘 那個下面的留言 以及按讚數多得不得了 然後下面都在講說 回蘭能不能夠發動一場 最史詩般的 這個革命 野色冒 是不是 就看這一帳 那信號一響 專向敵人的心臟 你可以選上一群人 攻向父王 拔掉山頂上那顆小草 是 從被嘲笑的縣市變成 全台最光柔的縣市 可能就要靠這一場罷免了 這真的是 穿向敵人的心臟 心臟是葉原子 啊 葉原子不治到底 那重點來了 有些事我們可以隨便談談 有些事我是真的不能接受 阿傳 最近呢 最近的藍白對你大舉進攻 對不對 說你掌握個資 說你這個掌握個資 才能比對出民進黨選權之夜 519小草之夜 還有524立法院之夜的輪廓不一樣 其實我們昨天在節目上都已經講了 這無所謂 北檢也分開 我剛剛也講嘛 王毅川如果有罪 要坐牢 我就幫他送飯菜 盡量幫他爭取 爭取什麼呢 出門的時候不用穿妥鞋 可以穿運動鞋 我盡量幫王毅川爭取嘛 可是今天有趣喔 黃建豪國民黨立法委員 黃建豪直接在媒體上說 要傳王毅川到國會 他說這是王毅川應進的義務 這我真的不能接受 你應進的義務是北檢傳你你要去 國會傳普通人 是普通人應進的義務嗎 上個禮拜國民黨還在我們這邊說 放心不會亂傳 這個禮拜就破功了王毅川 所以傳不傳就是國民黨決定 對嘛 那請問傳我去我的身分是什麼 被告 被告 我在北檢都還不一定是被告 那你傳我去 立法院傳我去 我不去你能怎樣 罰你十萬 不是 這個立委值得罷免 對啊 立法委員怎麼可以傳一般人名 還講說是王毅川的義務喔 我就說要傳台中市的官員 都要有一個程序 因為這個法律 法律還沒有經過通討公布 他如果是一個議員 要傳一個官員 那那個官員的身分 必須去背詢 這個新聞怎麼寫 對 然後呢就是什麼疑雲 你要傳我去 然後呢什麼 開什麼第一槍 好 然後呢要啟動這一個 國會調查權 國會調查權 然後呢先找NCC來 那馬上就要找我去 對 黃建豪就是在報廟七夭彎而已 黃建豪的選區就是 我選過立委的選區 就在報廟七夭彎而已嘛 就是這樣嘛 他怕你越來越紅 明年跟他選 四年後跟他選 黃建豪 原來如此 本來沒有 現在有了 現在有了 謝謝鄭浩激勵我 北屯跟北區的市民 你們要聽清楚 他可以傳我 他就可以傳你 對 我說一個議員 如果要傳官員 去議會備詢 他是有規矩的 譬如說你是什麼局處長 他可以傳你 他要傳任何一個科長 股長 一般的承辦人 欸 那是法公文的 因為不是每一個官員 都有義務去那裡備詢 好 他現在要傳一個一般民眾 問題他傳我 我不去呢 罰你十萬 連續才罰 沒有 那你要等生效嘛 對 你要成立什麼委員會嘛 對不對 要成立委員會 你要傳我去要理由嘛 社會也會看傳我去的理由是什麼嘛 對 那我如果拒絕去 社會也會想說 那你為什麼拒絕嘛 大家到時候來講道理 但是你現在直接在國會裡頭 直接 但這不就直接指控我有罪嗎 對啊 那天黃國昌也是 在國會裡頭 直接指控我有罪啊 他們沒有 黃國昌 沒有要傳王毅川 好不好 正好 這個是我要幫王毅川講一下 這個叫話語權的不對等 他沒有在裡面 對啊 然後去問 立委質詢 部長官員 那是個對等關係 對 權力的監督 我去問官員一個平民百姓的事情 王毅川的事 然後王毅川根本在那邊沒辦法回答 那官員也不知道啊 然後現在草包到 說你有義務傳過來 我跟你講我從議員當到立委 對啊 我們市議員也不能 隨便市府什麼官員我都叫進來了 對 他有一個官妻的意思 沒錯 那是科員也不能亂叫 現在是立委大個天的那邊去 對啊 所以他現在傳一個一般老百姓 我跟你講 立法院只要寄信來給我 最近只要立法院寄信來給我 我就直播 把那一封信撕掉 漂亮啦 我為什麼要去莫名其妙 方健豪